哈喽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呢 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就是在社交网络上面去分享照片 然后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 我应该会获得很多的赞 但是没有得到那么多赞的一个 就是心情的一个变化 那之所以为什么会去 跟大家去聊这个事情 实际上我最近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 对那个instagram上赞呀 朋友圈的赞 都没有那么的一个 就是很在乎的一个感受 但是为什么今天想去跟他去分享呢 就是我前两天去分享 马丁帕的一个vlog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同学去给我留言 然后我给大家去念一下这个留言 就是一年的新手 也开始去思考什么样的照片 是好的照片 然后什么样的照片 是有资格po在instagram上去公开的 然后有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审美提升的太快 但是自己的照片却跟不上 然后特别的无奈 得出来一个小的结论呢 就是说照片不用多么的出彩 但是呢 要能看上去 就是说能耐看多久 然后就是可以证明你的照片 是不是够好 那么呢 我当时的回呢 就是说我当时因为没有 还没有发第二部的 马丁帕的那样一个好爱论吧 就是回去说就是 我下一步会聊一聊 然后其实呢 马丁帕呢 还可以从他身上学到 就是不要有那么的一个负担 其实呢就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自己就想去聊一聊啊 就是啊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我一开始在去拍摄东西的时候 我去传到朋友圈 传到instagram的时候 我自己是特别希望有很多的赞 然后这里面呢 我也就是受到了很多的一个教训呀 我的意思是想说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成长 但是其实是也是我说的 从马丁帕那边得到的就是 其实在发照片公开这件事情上面呢 其实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负担 因为其实从你的过去 还是可以看到你的未来的 而且你在未来的时候去看 你过去的照片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实际上是有某一种风格 一直坚持在拍摄 很有可能你自己现在是没有这种感觉啊 但是当你拍摄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早期的很多照片 是由你现在照片的很多影子 包括我现在去拍东西 我还是很喜欢拍 啊街头的那些人的脸 我并不是要去怼脸 但是我非常喜欢直面这些人去拍 然后非常近的去拍 我会觉得跟这些人有 啊很近的一个接触一个连接 虽然我在中间的很多Vlog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一些方法吧 一些哲学啊 一些就是不同的摄影师的工作方法 去拍很多东西 但是最终我自己还是能够明白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样的 啊近距离去拍人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想说过去的这些照片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让人觉得丢脸的一个事情 当然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理解这样的人 想要去啊获得很多的赞 我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啊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不会在我的视频里面去跟大家去说 啊不要去想着去赞 不要想着这些朋友给你的一些啊夸奖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反人性的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别人的认可 所以呢我觉得反倒是啊 反倒是我们应该去想好人性 我是希望别人获得一种认可 但是呢我的某些照片没有获得某些认可 那么问题在哪个地方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问题不一定出在你的身上 也不一定就是出在观看者的身上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当你审美提升的时候呢 你会明白哪些照片是好的照片 虽然有的时候你自己很难用语言去总结出来 但是我还是相信给你一张照片 它是不是好的照片 你一定能够得到一个答案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自己啊 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话 还是要慢慢的朝我们内心里的那种好的照片去发展 然后去进步 我觉得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呢 没有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赞 但是我相信呢很多人呢还是会想要赞 那么我去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那段最煎熬的时刻 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拍很多照片的时候呢 我自己会想我应该拍的还可以 因为我也做了一些Vlog 然后呢我在Vlog里面也能够看到一些评论书还可以 所以自己会觉得在因斯上面应该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反馈 当然在朋友圈来都是我的朋友了 我觉得这些反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希望在因斯上面呢 能够去闯出一点自己的一个天地吧 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发因斯的时候呢 就是点赞的很少 然后发现加了一些朋友 然后发现他们虽然我觉得拍的也 我这个人感觉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照片为什么是能得这么多的赞 但是我的赞就没有那么多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圈子的 因为互相关注很多 也可以互相点赞很多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再说 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呢 我就自己就非常煎熬啊 我就想要拍的好的照片啊 得到大家认可 然后自己就觉得特别的痛苦 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想放弃 觉得自己可能不自分量 然后一个契机呢 就是因斯他在APP里面去给我去做了一些推送 就是广告的一些推送 就是说可以把你的某些照片啊 可以推到某些渠道啊 可以推给某些人啊 可以推给某些用户 然后他们可以在他自己的一个feed流可以看到 然后有一次机会是免费的 然后当时我就试了一次那个机会 然后呢 试了之后就效果特别的好 然后很多人来点赞 很多人就去评论我的照片 然后就开始有一个套餐 就属于就是 大概当时是10美元去曝光1000多次吧 还是两年次 反正就是分一周 去每天给你就是推送一点到别人那里 然后当时我就尝试了一下 然后果然那几天我发任何一个照片 就会迅速的有上百的人去点赞 有很多就是评论然后great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互联网人嘛 我知道就酒香可能也怕巷子生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 当这么多给我点赞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照片可能没有什么东西 就我觉得拍的不好 但是就有一百多人点赞 然后当这个广告结束的时候 就就访问的人就寥寥无几 然后我突然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虚假的事情 其实那段时间我自己会觉得就是特别的羞愧 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 虽然说我是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是想要宣传自己的照片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拍的还可以 我觉得我应该有更多的曝光 当然这跟我今天参加比赛也是一样的 都是想要去让自己更有所成 但是我觉得那样一个有所成 就是去不管是用任何一种方式去获得赞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取 因为你马上就能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假的事情 就是说你买到这些赞 就是或者说你让你朋友去给你这些点赞 就我觉得他都跟你成为一个职业的摄影师 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后来我就停止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好好的去拍 我的印象面就是很多的照片 我觉得就算没有赞 我觉得都还好 其实我最近已经很长时间不去看这些赞的数量了 当然如果有赞的比较多的话我也会去看一下 这东西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照片拍的不错 然后看看大家是喜欢什么样的照片 但是有的确实我自己不喜欢 我就不会再去拍摄 我还是去按照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拍摄 所以我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我要拍出我自己来 我不是为了别人去拍摄 所以这也是我另外想要去分享 就通过前面这个事情 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傻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羞愧 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的话 就是你去买到 就是不管说是买吧 还是拉朋友去获得廉价的一个好评 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除了好评还有差评 其实在我的vlog里面 在我的ins里面也有很多人说我拍的很垃圾很糟糕 那么有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看我的vlog 然后看了觉得特别不错 然后到了我ins来去看 然后每个照片都去给我点评 都说这个为什么垃圾 它的结构为什么是很垃圾的 这个应该往下裁切点 应该往这边裁切点 这个人应该更显示主体 虽然我看了 但是我自己会非常非常不认同 我不说他做的错了 而是这个一个就是一个操作方式 不是我喜欢的 就是很多人也会 就是在我的照片里面去评论 就说你这样的光影不行 这样影掉不行 那这是我看我的vlog 都知道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通过这个两件事情 一个结合我发现 就是你要获得别人的点赞 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 你自己拍摄的一个思路 其实很多人也不关心 那么你获得了别人很多的恶意的差评 也不能叫恶意吧 就是差评吧 或者说一个批评 我觉得它也不能代表什么 所以就很长一段时间 我自己既对这个好评 也没有什么感觉 也对差评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想说的是 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是一个转型 就是我之前去给大家分享的 我参加Lens Culture的比赛 去投就是莱卡的一些 就杂志的一个筛选的一个照片 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照片 还是拍的还可以 然后有很多的东西 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 那这些人是专业组的认可 虽然最后没有得了大奖 但是还是有很多照片获得了认可 但这个认可也有可能是商业的 我想说它也有可能是商业的一个认可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没有必要获得很多不专业人的评价 也没有必要去耿耿于怀于 不专业人的一个对你的批评 说了专业和不专业 我自己并没有任何一个鄙视的一个语气 只是说可能大家就是关注的一个层次 可能会不太一样 那么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会很容易去 让大家去理解的 比如说画画 那么比如说我画画 那么我有一天到我亲戚家里去 然后他说你是一个画画的一个人对吧 那你来帮我们去画一下我的这一个画像 那么我给他画了之后 可能就会抽象一点 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像 他说你这个画的什么东西 虽然说这个可能在专业的那里 他会觉得你这个有点意思 但是在他那里就画的这一点都不像 你还没有 比如说我家孩子 他才高中生的 你看他画的多像 跟照片一样的 对吧 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 那么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 就是弹钢琴 比如说你家有钢琴 你也会弹钢琴 你是个专业学钢琴的 然后有一天亲戚到你家来玩 说你跟我去弹一个 然后你在那里弹 他说这弹的什么东西 你会弹什么自爱丽丝吗 这是钢琴10级 你弹一下 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一个无奈 当然我还是要反复的强调 我没有再强调专业非专业 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 其实你发的照片 这个照片有可能是需要在专业领域 去获得一些讨论的 那么在不专业的领域 比如说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圈 你的instagram上面的一些朋友 可能他们并不会觉得你的照片有多么的好 所以他也不会点赞 甚至说在大多数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都不会觉得你的某种的一些照片是好的 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做法就是去参加比赛 去更专业的杂志去投稿 那么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去骂我 你说的这些道理有什么用 你自己都没有什么名誉 都没有得过什么奖 然后后来Lens Culture 包括莱卡的一些杂志 虽然我想说的 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多商业的地方在里面 但是还是获得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认可 虽然只是Editor Speak 虽然只是编辑竞选 当然也挂了他们的网站上去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自己能够从这里面得到我的一个摄影水平的一个 相对一个我觉得想要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标杆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说我拿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去给你们看 或者说给朋友看 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是什么东西拍的一点 就是又很模糊 又没有对准 又不锐 又不虚化 那么我觉得这不是一张好的照片 我相信很多人去跟朋友去讨论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特别的难受 你会觉得自己跟他们聊不到一起去 但是人又是社会性动物 你又希望他们给你赞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迷失自己 所以我想说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如像我一样去参加参加比赛 虽然说这个得奖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但是你会发现自己的差距在哪里 如果你被一些编辑去选中的是很好的照片 很好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推荐的话 那么其实你会对自己会更有信心 至少现在我自己 在我的评论里面有人去骂我 说你这个都是垃圾 你自己都什么特别琢的一个人 当然也不会长相 我自己都会觉得就是呵呵一笑 因为你是谁 对吧 你没有获得什么样东西 你也没有去努力过 你也没有得到你自己想说的那些结果 所以我自己现在就不太在乎这件事情 反倒是我会越来越上瘾 我会越来越想去拍更好的照片 去展示就是更好的照片 所以说回来就是在因斯里面 我的很多照片都没有那么多的赞 甚至有的时候 就是我的非常铁的一些订阅者 来去关注我的时候 就说我以为你本来会有很多粉丝呢 会有很多的赞呢 没想到就这么一点 我就说跟他说 我就其实我自己没有去特别关注这件事情 当然当你有名了之后呢 比如说我看很多有名的摄影师 他就拍 就是很莫名其妙 比如说你看Steven Sharp的因斯 对吧 他拍的莫名其妙就一大堆赞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其实这也跟你自己的一个发展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的是 就是最近一期LFI杂志 他的封面包括内页有很大的一个篇幅的一个摄影师 他的一个摄影的一个作品 就是新冠在加戴着那个一个作品 我相信有的人如果看的话就能看到 那么他呢 我也关注他 因为我觉得他拍的真的还是不错 所以呢 我关注了他 那么他的粉丝呢 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想说就是 其实你会发现 你的点赞数啊 别人对你的关注数啊 其实跟你摄影的一个水平 其实没有太强的一个关系 当然你出一面那会有很多人就是慕名而来 我相信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我刚才去强调的就是 你需要在专业的道路上面去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么你就是要在专业的地方去找到自己的风格 找到我是谁 然后去跟这些专业的人士去讲 你是怎么去探索这个世界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全部回归于黑白 然后去好好的去思考 好好的去探索我自己的一个长处 和一个我自己的亮点在哪里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其他的一个Vlog了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Vlog分享了 我希望呢 在这个Vlog里面呢 能够给很多 就是现在啊 就是对这种点赞数量啊 转发数量啊 粉丝数量 非常在乎 又知道它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又很煎熬的一些人呢 给你们一些经验 给你们一些建议 也希望呢 能够给你们带去一些慰藉 因为我自己的粉丝量和点赞量也很少 好吧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有所成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要成为职业的专业的摄影师 但是如果你一旦想要在这上面有所结果的话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希望有结果的一个人 那我相信去往更专业的道路去尝试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虽然说最终不一定会有结果 但是我相信呢 这样一个过程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